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江 不是真人不露響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 股市門大 好 今天這個大盤 開高走高張99點 那我想啊 這個大盤 要從好幾個角度來談 坦白說 如果要說簡單也很簡單 要說複雜也很複雜 為什麼我說簡單 為什麼要說複雜很複雜 如果說簡單 各位同志朋友 只有一句話而已 這叫簡單 首先我跟各位說過 我說這個大盤 接下來會回補6月20號的缺口 6月20號是不是這個缺口 不是喔 21號啦 講錯了 對不起講錯了 是6月21號 我昨天寫錯喔 不是 不是 是寫錯 不是講錯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再等一下要講的啦 要說簡單 要說簡單 也很簡單 就一句話 前天我跟你說明天開始反彈 是不是昨天就開始反彈 昨天我跟你說 接下來會開始補這個缺口 補這個啦 說這個寫錯了 沒有關係 結果咧 今天就補這個缺口 我今天也寫錯了 好 那現在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會談到什麼時候 我想這大家比較重點嘛 我說過了 這個大盤上漲 或許你會認為說 因為昨天證所稅三途通過 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過 取消證所稅 它不會是台股的救命先丹 明明是空投反彈 那你為什麼要當回生 我在這一天我也跟你講過 這天我跟你講過 我說這個有人承接 一定會有反彈逃命波 我也跟你說 這個低點不是低點 所以在破這個低點的時候 前天破這個低點的時候 我跟你談過 短線該交代了就點進交代了 明天會開始反彈 這是在前天 但反彈過後還會再跌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從我講的開始談 昨天跟你說會來補缺口 今天也來補缺口了 對不對 那接下來重點是會談到什麼時候 要說簡單啦 也只有一句話啦 我們從周線的角度 上個禮拜周線是收黑的 對不對 這是大盤的周線 上禮拜的周線是收黑的 第一個 我說過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跌破7189 它可能是五浪的架構 第二個 我是不是跟你說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我說過 有機會收紅做四浪反彈 但反彈後還會再跌 好 那各位投資朋友 一二三 到上禮拜為止 到上禮拜為止 它是收黑 要做五浪的架構 這個禮拜也可以繼續收黑 對 那為什麼它這個禮拜要收紅 為什麼要這個禮拜要收紅 為什麼這個禮拜要收紅 這個就複雜的地方啦 但是上過我頂級技術班 都知道 這個叫做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它就要收紅 就好像這裡為什麼要收紅 也一樣的道理 這個也叫時間到了 我們不是事後放馬後炮啦 但是在這裡我不會跟你講原因啦 好 所以既然時間到了 今天要談的 也是時間嘛 對不對 這個是空間跟時間的滿足點 所以才說短線該交代的 都已經交代了 開始反彈 它才會開始從這裡開始反彈 不是因為正所稅通過 正所稅三讀沒通過 一樣會談 因為時間到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你要說簡單 很簡單 疊有疊的時間 談有談的時間 對不對 時間跟空間啦 就是時間跟空間嘛 這個叫時間空間都來了嘛 對不對 現在就開始往上談嘛 那要談到什麼時候 很簡單 我每天都只有一句話告訴你 我這個人也不囉嗦 我跟你說 開始談 他就開始談 我跟你說 會來回補缺口 來 簡單說說完 三分針說完了 黑標二十分針不知道要說什麼 也是要說的 我這個人話不多 來 只有一句話 在這裡 等我把指數多單賣出 並且反手放空的時候 就是大盤 反彈結束的時候 那我這樣子講 不管你現在要參加誰 我說過後面都會跌 但是對你來說都是重新的開始 那我說過了 後面會跌不是每天空 如果你要每天空 你要每天空 你自己做就好了 你不用花錢參加老師 因為反正就是放空嘛 對不對 那昨天空 今天你要回補還是繼續加空 你每天空 你每天空 你當然有一天會空到最高 它會下來 這個不會錯 但是問題你有沒有那麼多錢空 你今天這樣加空明日又上漲 那後天呢 下個禮拜你準備怎麼辦 我的多單啊 什麼時候買的 禮拜一禮拜二啊 禮拜一禮拜二各買一筆啦 我是對會員交代啦 不是要跟你們交代啦 也沒什麼跟你們好交代 因為我指數我也不是天天做 我也沒有每天在做啦 那做指數的人喜歡天天做 你就去找天天做的老師啦 那基本上啊 早晨8點44分 我開盤前我就掛架了 今天的最高點差兩點就是我掛的位置啦 差兩點沒有成交啦 這我會員都知道啦 10點57分改市價賣出一筆多單啦 好所以簡單的說 我手上還有一筆多單 所以我今天才跟你說啊 什麼時候會談到什麼時候 就很簡單就一句話 等我把指數的多單賣出的時候 我還會反手放空 等我把指數的多單賣出的時候 並且反手放空的時候 就是大盤反彈結束的時候 後面會跌 各位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後面的行情 我們先來思考一個問題 這幾天講的是不是 像我想的一樣 那我可以告訴你後面講的會 走的會跟我一樣 這一段大跌做對放空都很容易轉 後面我可以告訴你沒那麼簡單 後面它會怎麼跌 它會跌一段又彈一段 跌一段彈一段 如果每一段的反彈你都沒有避開 都是幾百點 像低點到今天已經兩百點了嘛 對不對 都會是幾百點 沒有那麼容易 那你如果說 你只要每天說每天說 該回補該反手 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你後面你一樣賺不到 所以我們今天先把多單出掉一筆 不會賠了啦 再怎麼樣都不會賠了 再來就是設定利而已 那我剛說過了 等我把指數多單賣出的時候 就是大盤反彈結束的時候 那到底什麼時候嘛 我說有時間有空間 空間我有寫在傳承稿啦 因為還沒來不能講 主管機關的規定 主管機關規定說不能預測 股票還有指數的位置 不然就是違反法令 但是基本上 時間我可以告訴你 會談到什麼時候 你今天等一下廣告時間 或者我們節目結束的時候 你可以打電話來問 我會告訴你什麼時間 我都已經跟我助理人員交代好了 談到什麼時間 但是空間不能跟你講 因為那個違反主管機關的規定 好再來 這個都不用錢啦 你要打電話也不用錢 我們有0800嘛 花老闆的啦 重點是要留電話 那為什麼要留電話 很簡單啦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主力派來的 還是其他投顧派來的 所以我想這個留個電話應該合理吧 所以這個大盤 到底會談到什麼時候 等一下廣告時間 或者我們節目結束的時候 都可以打電話來問我的助理人員 要留電話 記得 只有一次反彈的機會 一定要把握 我們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 好 好 出來了 或找親友接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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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搭乘計程車 拜拜 只要喝酒 就不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最結實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名師 都在固德頭部新聞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固德一頭部 第一手資訊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頭部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 最佳夥伴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固 固德頭部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頭部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固 固德頭固 你在看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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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 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 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近視 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關心您 好歡迎各位繼續回到現場 等我把多單賣出 反彈結束的時候 反手放空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來不及跑了 因為那個一彈完 後面就下去了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大盤 目前還沒結束 只是我說過了 你要放空當然可以 你後面還是會賺 你當然每天空每天空 空到後來還是會下來 問題是 你有沒有那麼多錢嗎 那我說過 後面的跌法它會不一樣 會跟前面不一樣 不會走同樣的模式 我跟你講 漲都不會一樣的模式 更何況是跌 市場永遠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現在要參加 你要每天做你就去找別人 但是我跟你講 後面的行情 我大概會知道會怎麼走 這個階段 我們先多再空 那我問你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你多的賺到了空的時候 你的風險 第一個你的風險就降低了 是不是 你等於你多的賺到了 你風險降低了 後面再來空的時候 你可以承受風險 那你每天一直往上空 往上空 你沒辦法去承受那個風險 所以基本上 這個有時間跟空間 時間你等一下都可以打電話來問 好 但是股票就不一樣了喔 股票最麻煩的是股票 反而不是指數 指數很好處理 只要抓到什麼 抓到漲的時間跟跌的時間 包含將來跌的時間 再漲的時間 我說過將來它跌是怎麼樣 跌是跌一段彈一段 跌一段彈一段 所以不會像前面 你說前面放風這個需要一點運氣 我們講真的啦 運氣不是每天都有的啦 你這段的反彈如果你看不懂 後面的反彈你一樣抓不到啦 那個不是運氣的啦 那就要實力啦 有時你在說一句話就好了 我就說一句話就好了 我說開始起 我說補缺口 補缺口他就是補缺口 有什麼好講的 股票麻煩麻煩在哪裡 四五月光上市的電子股 領先轉折向下的就36檔 五月底我跟你說 預計六月即將轉折向下的 就有45檔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結果不止啦 結果我昨天送給你們的 光上市的 有量的喔 不要說沒量的喔 有量的喔 如果沒量的加進去 就超過100檔了 比想像中的還多 所以我剛剛說過 95%以上的股票 全部都頭部成形 95%以上 那麻煩麻煩在哪裡 有的連談都不談 有的只談一天 有的談到今天 好一點的可以談到下個禮拜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的是屬於哪一種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怎麼不知道 你不跟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嘛 你不跟我說你有什麼股票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說有時候我送資料 我送什麼東西給你 有時候我們講真的 就好像會談到什麼時候 我有時候我 我真的沒有辦法把自己當頭部老師 我只有社會級的育工 育工你知道嗎 來做育工的免費跟你講 有時候想幫忙 但是未必幫得到 我說有的連談都不談 有的只談一天 有的只談到今天 你看 華碩 我跟你講破底的時候你來看 華碩這裡是不是連談都不談 對不對 華碩是不是連談都不談 怎麼會這樣 我空單是補了啦 後來我也沒再空了啦 只是說 像這樣子的股票有沒有 有 董達電 我跟你說低點出來了 可以進場去搶反彈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還有呢 張庭器今天又來 宏達電啊 兩種情況 好兩種情況 一種 往上彈 像我講的嘛 像我講的 像我講的 好今天回來 再來明天再開始又去 這第一種嘛 這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完了 他不談的繼續跌 你說 楊少海 都要去也說 路也說 萬不利 萬一啦 我們這樣子講 萬一 他不是往上 萬一 萬一往下 怎麼辦 我問你怎麼辦 你如果滿手多擔啊 你當然啊 會很擔心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有時候啊 有時候我在講啊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反彈啊 幫你處理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萬一 宏達電 繼續往下 你怎麼去處理他 你如果 滿手多擔套勞 你當然怎麼樣 你當然要很擔心很害怕 對不對 你一定要煩惱 你晚上睡不著了 漲出在美國 去 會比較好睡 萬不利 美國路 你可能 可能會 比較不好睡 也可能睡不著 你會擔心說 啊 滿手的股票 到底該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跟你說啊 萬一 萬一 宏達電 像我講的一樣 萬一 沒有像我講的一樣 往上漲 是往下跌 我問你啊 你要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很簡單 只是在你願不願意 萬一 宏達電往下跌 它不漲 怎麼辦 很簡單 你如果滿手 多擔套勞 你當然不知道怎麼辦 我告訴你怎麼辦 只是你願不願意而已 你只要選擇 頭部成型的股票去放空 選擇反彈結束的股票去放空 你都不會擔心 你也不用那麼擔心害怕 比較簡單的來講 簡單的說 你只要找 類似華碩這種 低點必破 穩賺的 你就不會擔心了 對不對 昨天我跟你說 有一檔股票 不是今天講的 昨天我跟你說 有一檔股票啊 它跟華碩一樣 避破的 就是溫潭的 我知道我就有預告了 不是今天 你可以在上網去看 看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說 今天我要進場 那為什麼看空呢 因為第一個頭部成型嘛 這個叫做技術性回撤 這個跟什麼 跟我在空聯發科這個道理一樣 聯發科這個來看 這個是不是技術性回撤 為什麼我空最高 其實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聯發科我補掉 台灣還沒空回來 但是我會再空回來 這一樣到底 這個叫技術性回撤 這個也叫做頭部成型的技術回撤 聯發科我相信做頭的時候 我也跟你講過了 第二個重點 第一點必破嘛 一樣 八點半 還沒開盤 我就通知了 因為我知道它今天談 大概談到今天而已啦 所以我跟你說 有的股票連談不談 有的股票談到今天 有的談到明天 有的談到後天 但是不管是談到哪一天 後面談完都會繼續跌 兩個價位 通通都成交 今天的最高點 剛好就是我設價空的 這個我改天會拿證據給你啦 這我改天一定會拿證據給你看 就好像我去空什麼 空聯發科 一樣有證據給你看啦 是不是 這一樣頭部成型嘛 有沒有 這個改天我會拿證據 來我們稍微拉近 我都是在八點多啊 大概談到哪裡 我前一天就知道了啦 這檔股票我昨天就跟你預告了 我們今天要去空一檔什麼 一百多塊的股票 那這個怎麼樣 這第一點必破嘛 這第一點必破 一檔最少也25000嘛 你有錢買宏達電 你就有錢空這個嘛 十檔25000 一檔25000最少 我講的是最少喔 這個改天我們來印證喔 最少喔 最少25000 十張也25000 是不是問題都處理掉了 是不是 要不要是在你自己 那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至於怎麼做 怎麼處理 那個我來幫你做 那個你不用懷疑 沒有問題 你只要跟上腳步就好了 明天一樣 一樣有同樣的股票給你 重點在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願意的 打電話給我們注意 等你下旬 時間的關係 跟各位講到這裡 要知道談到什麼時候的 歡迎來電詢問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一席之地 桃園一文特區 台灣行為 世間驕傲 把全世界最美的小宅 留在台灣 中越一品 桃園一文特區 03-356-6677 最結實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名師 都在固德投顧新聞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固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德國的這個蘭卡教授 他提出來的說 搖籃到搖籃的一個 金融的模式 其實是利用這樣的一個 生態化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我們將來 要讓它走入一個所謂的 像生態系統一樣 一個循環型的社會的話 很重要的話 就是所有的物質呢 它必須能夠回收 給循環再利用 寶貝我們的地球 寶貝我的未來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 關心您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上